欢迎来到默克德影音小学堂之HPLC分析小教室 在分析领域,依据化合物的特性选择适合的层膝管住 是提高分析效率和解析度的关键 当分析经常失控跑出废育期的结果 风行变形,分离不良 可能是管住使用过久已经降解或老化 或是没有适当的保养维护管住 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依据化合物的特性选择适合的层膝管住 因而无法提供正常的物质分离能力 而导致实验大大小小的失控与灾难 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管住选择 每一只管住到底差在哪里? 该怎么做选择? 什么样的管住伙伴才能真正协助你更顺利有效率的得到实验结果呢? 今天,就让我们为你建立一套系统化选择管住的决策流程 让你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查资料 就对身边的实验小伙伴更有概念 得到最完美的实验结果哦! 这套系统化的管住挑选流程 总共有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透过我们手上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与LOCKP值 判断化合物的氢酥水特性 来选择对应适合的管住种类 如果我们要分析的化合物是中低极性分子 LOCKP值介于0到8之间 则挑选逆向层吸管住 像是碳30、碳18、碳8、Phenon等材质 叶向层吸使用者中 80%都是使用逆向的分离方式进行层吸 其中又以碳18的材质最为常见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分析的是高极性分子 LOCKP值介于0到-8之间 则可使用清水相互作用叶上层吸的层吸管住 像是silica、amino、sino、dyle材质的管住 决定好使用哪一种种类的管住后 让我们来选择对应的粒径与孔径 粒径的选择与分离效率、解析度与背景压力有关 市面上管住的粒径通常介于2到10micron之间 粒径较小,分离效率以及层吸的解析度会更高 日常实验室需要高样本的处理量以及高生产力 所以经常使用2micron、3micron颗粒细胶进行快速或超快速的分离作业 然而,较小的粒径虽然有较高的分离效率与解析度 但同时也会导致较高的背景压力 操作途中可能引起LC仪器因被压太高启动保护措施因而停机 因此2micron的颗粒可用于取得最高的解析度 5micron则可以减少被压的困扰 也可达到可接受的解析度 下一步我们来决定孔径 孔径影响层吸的解析度与时间 小孔径的填充材料整体的孔洞数量较多 拥有较高的表面积与容量 比较适合小分子或是一般常见的药物分析 另一方面较大的孔径提供较少的层吸表面积 因此可以更快与化合物达成平衡 省下时间也减少分析物注流管柱内 产生二极反应物的机会 通常大孔径适合分析蛋白质、生物药等这类大分子的化合物 但是请注意 我们选择的管柱最小孔径要是我们想分析的分子直径的三倍大 才不会因为分子比孔通大造成无法进入镜像平衡的结果哦 最后我们来决定管柱的长度 在选择管柱长度时我们要考虑目标化合物的滞留时间 市面上的管柱长度从100毫米到300毫米都有 若是我们要分析的化合物滞留时间很长 很慢才被冲提出来 如果梯度优化也无法改善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选择较短的管柱长度 让化合物以比较快的时间走完沉溪的路径 帮助我们提高分析的效率 然而当化合物的滞留时间很短 冲提速度非常快 使用短管柱可能造成化合物跟其他波峰无法分离干净 如果梯度优化也无法改善这种情形 此时我们可以采用比较长的管柱来延长化合物的沉溪路径 增加它在管柱中停留的时间 就可以使化合物被分离得更干净且解析度更高哦 今天默克提供的这四步骤选择管柱的系统化决策流程 帮助你在茫茫的管柱海中 找到属于你的Mr.&Mrs.Right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默克管柱选择行路 让你对管柱选择从此不再毫无头绪 精美内页指南带你一步步挑选最适合你的沉溪小伙伴 把一切变得又直觉又简单 更好康的在这里 现在在一周内 于默克LineApp上留下你的沉溪疑问 我们的分析化学专家还将另外为你提供免费量身定做的技术咨询 让你即刻解决实验遇到的各种管柱与沉溪相关的疑难杂症根本赚烂 马上扫描QR Code填写现实咨询问卷 或领取管柱指南让宝藏密集马上飞到你家 也欢迎点击右上方资讯卡观看更多HPLC小教室 让默克成为你最及时的小帮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